除了一連串的性騷擾事件 在網路上頭瘋傳之外 昨天這些影片 說也在網路上頭瘋傳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我以拼市政為最主要 那侯友宜市長 事情發生點在2019年108年 就是四年前 那個時候是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好幾次來到新北市 結果大家就在問侯友宜 你怎麼都沒有去幫忙 他說處理市政時間還不夠 時間都不夠了 以市政為主 在當時其實 前南投信長林明貞就有嗆 說矯情不合作就退黨 可是他就是一直 齁齁拼市政 好這一件事情下被翻出來了 在網路上頭瘋傳 大家就要問 過去一整天 為什麼進辦都沒有回應呢 這是桃園市議員詹江春講的 說有三種可能 一個就是太年輕了 進辦的人太年輕 經驗不足 一個就是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或者是你覺得韓粉人不多 影響不大 還是有第四種狀況呢 而且這個瘋傳的程度 其實齁 你開電視也看得到 因為你看看 綠營的媒體 各大台 昨天每一個人都有大作 都有在討論啊 那就要問 怎麼都沒看 好邱毅 前立委則是直接講了 其實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 侯正營到底怎麼樣來看 目前他看起來 他覺得這四類人全得罪光了 其實最應該去協調的就是 郭台銘 還有韓國瑜 可是呢 他卻是敗會了很多頭人 很多大佬 但他覺得這不是最重要的 對同輩是不是太傲慢了 才會造成現在 在整個黨內看起來很難協調呢 更不用說民調這個部分了 民調先前我們講了 最糟的時候說只剩18% 甚至陳鈺貞立委 他是講啦 他說即便他現在有在拜訪一些人 可是問題是 整個策略 整個步驟 可以再積極一點嗎 好 因為他知道的是基層 很多人改挺柯文哲了 好其實呢 我們就講 有的時候選舉是扣結誰 靠一個是 你那個氣勢要有的話 明星會跟著走 你看看現在 不管是TVBS民調 先前做的說 是往下走的比3月少了2個百分點 聯合報民調也是直接往下滑的 美麗島的民調呢 也是比4月還要少了 大概有6個百分點 當時就看到了18%的出現 會流民調 好現在呢 也是看到比4月都要少了 將近有4.3個百分點 基本上全部都是向下走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大家就想問 怎麼救 好你會說啦 現在時間還有可以救 可是你有沒有知道問題在哪裡呢 現在就有人指出啦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說過往 你覺得說沒有 他會一直講 齁齁做事 變成齁齁GBT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方便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被提名 不能撈過界 好我們現在要播的這一段影片 就要帶你來看看 這個是昨天的新聞 看看他現在怎麼回應 還是有國民黨立委建議你說 在這個選擇當中要有議題的主導力 未來會不會加強網路的空戰 這幾年在民進黨的執政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民生凋避 百費代表 不管是缺電 缺電以外還有物價通行 也看到黑金很小 贏得民眾的信心 這才是我們要主導的議題 郭震營計畫包含空路站的三副案 要幫助他敗部復活 會怎麼樣來整合郭董 或是跟他合作嗎 我相信我們認識的郭董 不太會信守承諾 更重要的 他怎麼都一樣 郭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和這個土地都黏到底 好 這是昨天的新聞現場 在被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侯友宜他的回應 他是他被提名了 但是呢 中廣這邊就有個短評在講了 說好像還是完全不知所云 有一種問A答B的感覺 沒有辦法跟人家直球對決 問題到底在哪裡 他發現了嗎 回過頭來 我們要請教兵哥 怎麼樣來看 現在三年前的這些影片 被翻出來了 大家開始在問 侯友宜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侯友宜當年就是 就是不想沾 就很簡單 就是不想沾到韓國瑜 他覺得韓國瑜聲勢往下掉 也不想沾 然後有一些議題對他來講 不利的議題他也不想回答 就是這樣子 包括公投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就是讓大家覺得 侯友宜跟黨好像離心離德 他到底支持不支持這個政黨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那村長說有三種可能 抱歉我認為是第四種 我認為實際上是他的團隊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因為賀爾宜不是只有這一篇你知道 賀爾宜一堆全部都是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他怎麼回應 所以我認為他們回應只有一個辦法 因為人家現在就綠營就故意 拿這個來考試你 就是說你看 你跟韓國瑜根本就不好 你當初也不聽韓國瑜 所以賀爾宜要破解只有一招 哪一招 就是他想盡辦法去找到韓國瑜 拉著韓國瑜的手 就跟郭董那時候去拉韓國瑜一樣 他在媒體前面兩個人這樣手舉起來 只有這樣才能破解 你不做這種事沒辦法破解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賀爾宜到現在還不去找韓國瑜 是韓國瑜不見他 還是他找不到他 還是怎麼樣 因為郭聽說是不接他電話 那韓國瑜你也找不到嗎 你們自己黨的黨員都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他一直在持續這樣的狀況下 那民調怎麼起得來 特別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過去這 五六年他已經講空話講太行 所以你往往就聽他那邊 就在那邊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 可是我必須講我還是不太認同 就是剛剛你們會覺得說 記者問他空戰怎麼打 他完全不知所云 你們這樣認為對不對 說他跟毛星雨一樣 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侯友宜是在示範你 空戰怎麼打 你不是問我空戰怎麼打 講空話的戰術我很會 我從頭到尾都在講 你看他直接回答給你 你看我是不是從頭到尾講的 都是空話 這是空戰對不對 空戰他很會打 但是這種回答沒有用 這樣會打到讓自己骨折 所以何友宜是該要去做一些 實施 陳鈺貞雖然他過去挺郭台銘 可是他現在看起來 還是真心在幫你講話 你趕快去找郭台銘 趕快去找韓國瑜 然後趕快去說出 你自己到底意見是什麼 不用去扯那些有的沒的 你現在 你對何能開始願意 主動去講一些意見 對費死願意講意見 你就把你的國政 你的報復你的理想 很仔細的用你自己的語言 然後很直接的直球對決 把它講出來 再講空話 這個空戰沒有人要打 剛剛賓哥在問說 真的找不到韓國瑜 韓這邊其實是要有跟媒體講 說侯友宜這邊好像其實是沒找過他 來注意大家怎麼樣看 我這個問題我其實從 今年1月大概就開始講了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 今年1月大家就覺得 他應該要選總統 但是侯正瑩不處理就是不處理 他比我見過所有的青少年 還要青少年 我簡單講 為什麼侯正瑩是這樣 去問三個人 我講出的話我負責 第一個人叫謝正達 第二個人叫張祈強 第三個人叫張愛晶 三巨頭怎麼會把事情處理到這樣 你去問他們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到現在還沾沾自喜 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一定可以 最新的消息是說 他7月要辦大型造勢 從那個之後 他的民調就會像台積電一樣的反彈 上升到30%到40% 林金潔這樣講 那他開心就好 但我覺得有些事情 要改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 侯仪的問題不是他完全沒有針對答案 是他前面會鋪陳一大堆的廢話 鋪完了之後你精神就換散了 他問那個空戰那一題 我聽到最後他其實有講 民生議題才是我們該主導的議題 但他前面講那麼多的廢話 你都鋪陳完了 然後我最後 重點原來是這個 所以後疑我只知道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要從能夠改變的東西改變起 你能把話倒過來講 先下金句 我們應該主導的議題是民生議題 然後再開始你那廢話 你愛講多少廢話 沒有人要瞄你就講 那我也不能明白 為什麼侯振營到現在這麼拖大 不去找就不去找 不去約就不去約 所以你覺得你比韓國瑜 你比郭台銘都要大 那也可你 可是取得權力的人必須要彎腰 割稅的時候 難道可以站直挺挺這樣割嗎 你以為稅是玉米是不是 長跟你人一樣高 你又不願意彎腰 你又不願意去求人 那人家為什麼要跟你好 為什麼要跟你團結 侯振營的定義團結 是不是我就坐在這邊 等著人家來跟我團結 那你不要等 人家不會來 請侯振營自己 在這麼多個民調出來之後 還覺得自己不該提早請假 還覺得自己應該要9月再去美國 你自己再好好的反省想一想 有這個 三個可能 還有一個叫做以上皆是 你們都有選項四就是 因為真的是以上皆是 因為我昨天 我的廣播剛好跟韋中哥 同時 韋中哥的團隊都是一些藝人團隊 他說每次他們歌手要發歌之前 一定要先把他每一個藝人 不管FB 設計 全部都Review過一次 他跟這個作品如果有抵觸的 就趕快下架 他說這個叫做common sense 這是基本動作 來 近半太年輕經驗不足有沒有 有 近半沒注意到類似新聞有沒有 有 韓粉太多 太少 影響不大有沒有 有 四個都有 太輕忽了 下架影片是基本動作 你怎麼會都沒有 都不去做 我覺得侯友宜 真的要趕快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真的都呼籲 好久好久好久了 你看看柯文哲現在的氣勢 因為你失去了韓粉 是流到柯文哲那邊去 柯文哲現在已經哪怕對 洪志昆的事講出說關我什麼事 沒受傷 表示他的氣勢在往上 你剛才不是說死嗎 他氣勢在往上 他連講這種失言都沒事 大家覺得我反過來 你好好做事 今天如果是侯友宜嘴巴講出來 關我什麼事 我看明天大概 叮叮叮叮叮 全部都是罵翻的 這就代表什麼 你的死沒辦法 你後面站的人不夠多 你不管是邱毅講的四大 我一直講的三大 朱大一直講的前面 趕快我們講的就是和解 哪有人選舉不需要 更多的力量站在你旁邊 可是我最近看所有韓粉的文章 下了一個定義 叫做看不起韓國瑜 有沒有 我想這句話 如果再繼續燒下去 你連和解的機會都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股力量 我真的講真的 很多韓粉後面還附帶 有道歉就好 我最近已經看不到了 當這種爭越越少的時候 你要都要不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掃描下載 之後就可以收掌握TVBS重點新聞 而等等在廣告20秒之後 回到新聞大白話現場 持續關心大小事 來自行一起交換